欢迎回来这个频道 今天是12号1月 那我们今天就分析比特币,以太坊还有ADA 外国人只看这三个币种 那这个比特币呢 他这边是有一个通道的 这个通道是怎么化呢 第一个点,第二个点,第三个点 那就是走一个123 那如果这个通道是成立的话呢 压制点可能在21500 这个压力位 那如果画一个Fibonacci的话呢 从这个点到这个点 也是会看到0.618在21500 那我看热线级别的话呢 现在是处于一个 这个异热的牛熊分界线的突破了 MACD也是 开始走上段 上行波段 而且是一个主量放大的 的迹象 可是有一点呢 就是 他的这个RSI已经是超买了 那12个小时也是一样啊 主量放大 RSI超买 6个小时呢 非常 非常强的这个上升的趋势啊 那如果再看这个BAROMETER PRO呢 他的这个最新的信号是一个LONG的单 但这个信号呢 它是有一定的延时性的 所以这张单呢 我不打算做了 因为当他发现 他发生时已经 处于一个18000的状况了 那现在 比特币如果可以做的话呢 就是说等他一个回踩 可能等一个4到6个小时的行呢 等他回踩 6个小时的牛熊分界线呢 也是处于一个上 也是一个看多的一个机制了 4个小时也是看多 我们看看以太坊 以太坊呢 也是一样 他是处于这个通道 123个点 那现在他是进行一个突破 那如果突破成功的话呢 看到的位置可能是 通道的上升 或者是这个周线的 牛熊分界线 周线的牛熊分界线呢 可能他就是这个走势会 这条白色线呢 牛熊分界线会慢慢的走下来 说是在1670左右的 这个0.618的关键位置 那热线级别也是一个 已经突破了这个趋势线了 那也是一样啊 他是有一个 RSI超 超买的症状 MACD也是开始跑着一个足量放大 12个小时也是一样 那6个小时呢 他的barometer也是一样的状况 因为这个 这一根呢 挡得太快了 也是一样没做到一个 多的单 那没关系嘛 就不要hom我吧 那4个小时呢 也是一样 牛熊分界线呢 也是处于上方 立于多头的 那可是现在在这个点位呢 就不打算去进行一个 什么动作啊 那有的话呢 也是有可能等他有一个小的回测 测试这个阻力 就是一个短空啊 短空呢 可能看到的位置就是一个2% 不太多了 大概一个4个%左右 那选择性可以做也可以不做了 而我跟这计划跑的话呢 他的牛熊分界线处于上方呢 我们只拿多的单 空的单拿的话呢 就是一个逆势交易了 那ADA呢 也是处于一个 一个通道的状况 123个通道 那下一个通道可能是在5毛 或者是一个4毛多左右 但是这个是小币中啊 小币中的这个起伏会很大 那热线级别呢 也是一样 它是处于一个超买的状况 12个小时时间级别也是一样超买 可是 它已经处于这个牛熊分界线的上方了 那6个小时呢 也是有一个很强的 上升的这个趋势啊 那这样来看的话呢 这个是前 前阻力 他的support and resistance 那现在还是处于这个期间support resistance 在这里震荡了 那下一个呢 barometer pro也是一个long的信号 那可是现在看到ade的做法呢 就 不打算做哪个人 因为这两天的起伏突然间来得太快了 那以后也是会看到4个小时跟6个小时呢 它也是处于一个比较上行的通道 那如果这个箱体是成立的话呢 就是0.31到0.32 这个箱体是成立形成了一个有力的支撑点呢 可以做多 那我个人的做法啊 可能 ada 我就会做一个短短的 就看这两个小时级别的barometer pro的信号来进场 那因为现在看到两个小时它 再开始慢慢运行了 啊 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每日更新 可以最终订阅分享我的频道 那如果你对这个barometer pro的invitation script 你有兴趣呢 可以点击下方的链接 我们下一期见 感谢你的观看 那如果你也喜欢更多这样的每日更新呢 可以追踪订阅我的频道 同时加入barometer pro其他的社交媒体平台 只需要来到我的网页 点击这个icon 这个icon 这个icon 以及这个icon 如果你对barometer pro有兴趣 可以点击这个链接 它会带你进入下一步 我们下一期见